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把糯米 绿豆和花生放在盆子里多放一些水 给它浸泡三个小时 沥干水分以后 把糯米和绿豆用调味料搅拌一下就可以备用了 五花肉我们就洗干净 给它切成这样二分之一寸小方丁就可以了 五花肉是需要腌制的 所以我们要用调味料给它腌制一下 放在冰箱里面三个小时以上 如果放时间长 味道更佳了 冬菇就是洗干净了 如果是干的话 你就要给它发一下 浸泡一下用水 腌干水分把地给它去掉 然后切成丝 没用 平底锅我们烧上点油 放上两汤匙油 将冬菇给它炒香 虾米干贝我们用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用了 然后咸蛋黄一分为二 我们看一下粽叶 粽叶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以后 然后浸泡一下 在这个水中浸泡 浸泡然后我们就放在锅里面加上一汤匙的油 因为我们要把粽叶煮一下 所以说煮开了以后用小火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取出来你给它洗干净就可以用了 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比较有难度的了 就是要包粽叶了 这个粽叶我们要把尖这个地方拿茧子 给它剪进去 我们用它的时候呢 是要把这个表面比较光滑的地方用在里面 还放在里面 用来呢包这些料 我们放糯米啊什么的 把它放在里面 你看这一面有梗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外面 光滑的地方都在里面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们用两张粽叶 给它这样叠一下 一侧呢压着大概在三分之二处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这样折一下 你看一下折一下的这个大概是五分之二吧 这个粽叶向上折 然后侧面的四分之一呢向内折 这侧面四分之一向内折 这样是不是形成一个三角袋啊 就形成了一个小三角式的一个小袋子 我们因为我们要装这个 我们的食材嘛 就要往这个小袋子里边装 好 折好了这样的一个小三角袋呢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放食材咯 我们首先呢放一勺半的这个糯米 糯米铺在底下 然后呢我们再放上一汤匙的绿豆 然后一次就可以放冬菇 然后一次就可以放冬菇 虾米 花生 干贝 五花肉 然后呢在这个尾的地方呢放上咸蛋黄 我们的外边再给它补上一点点绿豆 再补上一点点绿豆 然后呢再放上一点糯米 最外边这一层再放一点糯米 好我们放完以后我们要用手给它压实 给它压一下 用手给它压一下压实了 我们才可以包 再拿一片粽叶 再拿一片粽叶哈 在这个你右手右侧这个地方 边上这你看见了吗 沿着这个边 给它这样对着窝过来 给它折过来 你看真好就兜住了嘛 对吧 这个面就兜住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上面多余的这个粽叶的 给它这样打个折 就包起来了 最好把里面的食材全部都包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把它收好口 上面这个口呢给它收好 给它压紧把它收好 当然每个人的它这个包粽的手法都不一样了哈 因为我们包这个港式粽子的 它里面用的食材非常的多 所以用的粽叶呢也比较多 你看我们这样包好了上面给它打折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绳了 这中间哈 用这个中指给它压住 左边的手指给它压住 用这个线绳呢就开始给它缠 给它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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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在反方向呢给它缠 两个方向哈 朝另一个方向 打两个圈 然后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口了 上下两个圈打结收口 一个粽子呢也就包好了 我们这个粽子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北方人包呢它都是包那种甜粽 放甜枣蜜枣 有的时候人家一片粽叶就可以了 包住一个小三角的一个小粽子 那个也很好吃那是甜粽子 我们包这个是港式的咸肉粽呢 所以食材多所以粽子非常的大 一个你就能吃饱了 哇粽子我们已经包好了呢 我们就要煮了 放在一个大一点的锅中 清水呢要没过这个粽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烧开 烧开以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中火再煮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好三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来吃了 我们先包两个放在盘子里面切开 看一下里面的馅料啊 真的是食材非常的丰富 我们吃的时候呢 能吃到这个粽子里边的肉啊 还有干贝的那种鲜香味 那糯米和绿豆呢 又软软绵绵的 口感非常的好 我们端午节呢 那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了 好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在端午节 为家人做这道非常美味的 港式干贝咸肉粽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优势美食频道